港珠澳大桥的动工日期推迟了一年 但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就说 会争取在原定的2016年落成 至于同年开通的屯门至赤辣角连接路北段 则需要延迟一年至2017年才能开通 香港署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邱成武表示 受环平报告司法复合官司影响 港珠澳大桥延迟一年动工 但会争取在原定的2016年落成 而原定同年开通的屯门至赤辣角连接路北段 要税延到2017年 至于屯门西遥道 现实还在初步设计及勘探阶段 仍没有明确的通车日期 邱成武表示 屯门至赤辣角连接路和屯门西遥道通车后 将有助促进跨境交通 因屯门至赤辣角连接路的北边 可以经屯门西遥道 港深西部公路 和深圳湾公路的大桥通往深圳 南边就连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和北大雨山公路 对促进香港和珠三角的地区 更紧密经济融合是十分之重要 邱成武又说 屯门公路各项改善工程将于2014年完成 足以应付往后多年的交通需求 包括港珠澳大桥 与2016年通车初期所带来的车流 二亚卫视 罗亚